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月 我看你睡得挺沉 就想让你诊得舒服点 你终于醒了 超负荷压榨神尊之力 强行进入根基姿坛 虽然让你干掉了高老三 但也导致你脱离昏迷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那我杀了高老三之后呢 看见把眼给松开 你们睁大狗眼看清楚老子是谁 老子可是白三爷 神尊白家的三爷 老子要是少了一根凶猫 就杀了你们的狗头 小妞们 别跑 老爷我过几天再接你们回来玩 她怎么回事 因为和天妖门勾结的就是她 她不仅给天妖门提供炼丹之地 还拐骗少女 送到这院中 将女子玩残玩废 才送下去给天妖门炼 王丹 王丹 小妖儿干得不错呀 这次老子认灾 老子很快就会回来的 她把这里完全当作自己 发现欲望的乐园 这家伙就是披着人皮的腰 想要肃清这些恶性玩意儿 我们就必须上缘出山 必须成为神尊 一个炼丹窟怎么会有父堂主 她没死还真是可惜了 如果遇到她的是你 白三爷和天妖门勾结这种事 你会不知道 你们三人 不愧是我从东宁府万千人选中 挑出的少年英才 看来送你们三人上缘出山的决定 是对的 一年后便是缘出山选拔之日 在这之前只要是修炼上的难题 不管是天才地宝 奇术秘籍 还是疑难杂问 尽可向我开口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就专心修炼 早日捂出事 才是正途 其他琐事 能不管 就别管 公主大人 您知道 斩妖大会的妖怪 是谁放的吗 知道 为什么 是白三爷吗 是白三爷吗 我说了 不该管的 别管 是尽尘埃落定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放松 我们仅仅只是拿到了原出山的选拔考试资格 一年后我们要面对的 是王朝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天才 尤其是王都中的那些神尊世家 据我所知 王都那边的天才十五岁 普遍已经悟出世了 而我们呢 连世的编都没摸到 好 白猫精 你知道的还挺多 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秘密 那你脸上干嘛戴个面具 你毁了吗 秘密 什么秘密不秘密 你揭开我看看 你干什么 你让我看看你到底长啥样 就算丑了吧尖 姐姐也不会闲着你的 走开 你别过来 让我看看嘛 这又有 这么巧啊 不可能 你不是 又见面了 传少爷 这次三爷我算是脸丢大 都是拜你所赐 但是没关系 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 慢慢玩 今晚我就先娶你的未婚妻 明晚我就玩你那小青梅 明晚我就玩你那小青梅 你让杨公走出来 就应该明白 这是谁的决定 好 好 这就是神僧吗 师兄 为什么 要不是你孟家那老太婆还有气 老子之间 做了你 松开 你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东宁府需要白家的神尊 这是他的大局 今晚 三爷我要请全城人吃饭 我要结个婚 冲个喜 你 狗屁的神尊 狗屁的一切 是 恍惚 老子 我 不 大驹 白冠已死 白三爷就是白家在东陵府的唯一血脉 若他再死 无法象征在镇守安海关的白家神存交代 所以白三爷不能死 想要改变这一切 你就得上渊出山